每天念多少步进 你看听多少终点的讲经 念多少佛 拜多少拜 那是方法 目的什么 目的叫你随顺整理 不要随顺烦恼吸气 所以无论用哪一种方法 那个目标都是清净平等觉就对了 这个清净平等觉也不好记 还是用个最简单的方法 把清净平等觉全都包在里头了 阿弥陀佛 太妙了 我听经用什么听 阿弥陀佛的心听 我拜佛用阿弥陀佛的心拜 我念念佛用阿弥陀佛的心念 我念弥陀 弥陀念佛 我不念弥陀 弥陀就不念过了 这个意思重要哦 你念弥陀 弥陀就念你 你多念一声 他也多念你一声 你少念一声 他也少念你一声 你要不要念 少说话多念佛 一定要多跟阿弥陀佛往来 跟这些世界人 距离越远越好 免得受他干扰 重要 非常重要啊 肯定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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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说话多念佛